各位好 今天10月24号 我是五月三日 吃乐吗 今天 是这样啊 这两天呢 咱们圣上啊 在这个参加金砖国家的这个峰会 应该在靠山吧 好像是这个 然后呢 我看了一下这个 咱圣上的这个行程 以及他的讲话 有两个特点 一个呢 是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见他那个 亦父亦母的亲兄弟 普京老师 去那边见了一下 肯定是安排一些王下的 关于甭管是俄乌战争啊 还是一些其他东西的 一些合作方面的事 这个要说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给金砖国家 发展指明方向 就是他那指明方向吧 我们都能理解 就是还是那些 你说不说两可 说完了呢 也没啥用 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不如一席话 那大概就是差不多 就是这么一个路数 废话比较多 对吧 跟我这节目是废话比较多 那像这样的这种会呢 其实开不开说实话 挺两可的 为什么呢 就是主要是这金砖国家呀 现在真的也发展的不咋地 可能好多朋友就是说 不太知道 这金砖国家 到底是这几国是怎么来的 这个大概是2001年的时候 那高盛 各位都知道高盛这公司吧 首席经济学家 然后呢 出了一个报告 当时说呀 是一个金 他说这个四国 有四个国家 发展特别看好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然后中国 然后呢 正好这个 他这个 这个开头的字母呢 就是拼起来呢 就是这个 B R I C 就是说大概就是砖块的意思吧 这边呢 就是说经济 所以他叫金砖 金砖四国 这金砖四国呢 就是他认为 在2050年的时候 就会成为那个世界的经济的主流 而且呢 是要影响 是要超过G7的影响 这个事呢 就被所谓的东升西降 这个东方的大国啊 东大 看好了 那然后就一直琢磨着说 那干脆我们就组一个什么联盟吧 就干了这么一活 然后呢 最开始的时候 是这四个国家 巴西啊 然后俄罗斯啊 印度啊 中国 后来呢 加了一个南非 变成了这个金砖五国 创始成员国 这些几个就开始玩下来了 这个大概是在09年 还是10年的时候 大概就开始弄这事 后来呢 也是互相之间有一定的这个经贸合作 这事呢 就后来就越来越大 有一些国家呢 就要继续往里加入 比如说吧 今年整个这个邀请了 几个国家加入 这个埃及啊 埃塞俄比亚啊 伊朗啊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啊 阿根廷啊 以及沙特阿拉伯 连要加入 结果呢 这个阿根廷不是这个新上来一个总统 米莱嘛 米莱这个人呢 就是比较怎么说呢 是一个自由派经济学家吧 就可以这么说 就是跟别的一些政客不太一样 对中国呢 这种共产主义这种东西呢 尤其是反感 就没把这事给推进 沙特呢 今年呢 也是要审慎考虑 结果现在呢 就等于是埃及啊 埃塞俄比亚 伊朗啊 阿拉伯 这几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联酋 这几个国家加入了 现在呢 变成这个金砖九国了 这就从最开始的创始成员变成金 变成这个 这个其他的一些 都变成九个国家 还有一些国家呢 准备加入 就是比如说像 这埃塞俄比亚已经加入了 反正就是一些奇怪的 越南啊 包括其他的一些新兴的这些工业国家 大概说是有23个国家 是要是申请要加入的 包括泰国外这些地方 那为什么我说这事比较扯淡呢 说白了啊 就是说 不是说呀 重新建立一套 独立于美元体系之外的一个体系 是不可能的 就是这个是 这个是可能能够存在的 对吧 那你像现在他们就有人在 在他们在探讨 金砖那几个国家在探讨说 我们是不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 然后呢 统一的一些 包括央行之类这些玩意儿 那你要统一起来 跟那个原本的整个的社会 由于美国主导的整个全球经济 做一个对抗 对老 重新建一套体系吧 说白了就是这样 但是呢 重点不在这儿 重点是在于吧 我们得看是谁建 这事就比较麻烦 为什么呢 是因为您瞧这 您瞧这几块料 那巴西 然后这个俄罗斯 这个印度 中国 然后再加上南非 对吧 你往下再加埃塞俄比亚 埃及之类这种地儿 他们就看上去 应该怎么讲呢 叫望之不似人君 就是一帮他妈的歪瓜裂枣的傻逼 你说你能建立一什么玩意儿 很简单一件事儿啊 建立一个全球的整个独立于美元体系 或者是独立于现老牌工业国家之外的 整个的体系 你需要几个特点 首先第一个特点 你要具备基本的这种法治 对吧 那你的这些 这几个国家有哪个 你说他是能建构一个非常合理的 这个公正的法律 法律水平 有一定法律水平的这个整个法治体系呢 有一个吗 有一个吗 您给我算 这从头 从这金砖九国 您从头屡到尾 有一个算一个 有吗 没有 对吧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你是没有办法建构整个的这个一个体系 去跟人家对抗的 那这回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颁给的这个 颁给的这三位经济学家 他们已经非常清晰的证明了 你的体制 包括你的法治 这些东西 如果不能够真正建构的话 你的经济发展 是昙花一现的 这个已经被证明 他也得了这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对吧 那我们回头看 这几个国家 在2001年的时候 高盛 这首席经济学家 认为他可以说在5050 2050年的时候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就是他们是主导世界经济的 超越美国 或者怎么样 那现在看起来 这个目标 其实遥遥无期的 那已经不可能了 巴西 我们可以看到巴西是以什么概念 巴西经济也是在衰退当中 那那个俄罗斯甭说了 这正打仗呢 现在目前来讲 他在战争当中 经济畸形繁荣了一下 那可能还有一点希望 对往上走 但是这场仗 他基本上是不可能赢的 就是哪怕说 他能有一定 占了一定的上风 或者怎么样 他最终还是会排斥 被排除在整个世界的体系之外 只有一些流氓国家 跟他在一起 比如说 比如像我们这个东方的大国 以及东方的那个小不点的小国 那就是蹦蹦跳跳的 那个胖死胖子 对吧 那像这种国家 跟他在一块 这是没有办法进行互补的 他的经济是做不到这件事情 让他能够往前继续发展的 这是打仗的这个 打仗的这个后果 对吧 OK 那那个南非呢 南非这一块 我其实我非常非常佩服曼德拉 对吧 曼德拉确实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人 那他追求的东西也问题不大 可是他把南非给毁了 整个南非的现在的经济 跟原来是完全不能比的 当然你可以说在这个 在有更多的人 有更好的权利 或者怎么样的这种情况下 你是不是要追求这个更重要一点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我不跟你争 但是你整个的这个 你用 你至少是让两边的权利平等 你不能够说也是黑人至上 你什么都是黑人的家庭 黑人的家 然后呢 你就把自己给毁成 把这家毁得一大糊涂 把原来别人的那条东西给 整个给弄毁掉 这个东西 对你也不是件好事 对吧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 这是这几个国家 俄罗斯 印度 印度现在好一些 印度现在好一些 发展失手也不错 但是呢 他真的能不能往上走 能不能脱开这个所谓的 中等收入陷阱 他还没到他妈中等收入呢 那像这样的这种 这种国家 这个你能不能 能不能脱开这个陷阱 中国一看 他从到美国整个GDP的七成吧 还没到七成 67%可能是 然后呢 人们都说很快就会超过 美国的整个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然后往下走 你知道一直在下滑 这两年 他已经没有 他已经没有在那个 在往上继续上升了 他只能再继续往下 再下降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势头 已经无法遏制了 对吧 那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 可能这不是三五年的时间 有可能是有一段很长的下滑期 直到说要不是胜上 咱胜上对吧 这个上了眉山 那要不然呢 就是一雷给他批了 这是我经常说的这两句话 那OK好 那他就可以 那这个时间就已经过去了 如果说这段时间 你不能够平稳的度过 就这些国家没有任何一个 没有任何一个 就是原来发达过 那现在也都没有能够逃开过 中等收入陷阱 没有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 就包括像是阿联酋 包括像这 有钱 归有钱 但是他不是一个发达国家 他也不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工业国 那你现在有的是工业国 但是他依然还没有跳出这个中等收入陷阱 他就还是在拦在这 所以只要是这个东西没有真正意义的建构 对吧 你就没有可能你建立一套整个的跟原有的世界秩序相抗衡的美元体积之外的这个东西 这是你这是你做不到的事情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你还有一个整个的这种协调机制 就是你整个这几这些国家的协调机制 这些国家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就是原来我们可以看 我们虽然说起来就是WTO啊 或者其他一些这种国际组织啊 他们呢 他们的这个协调机构和他的协调的这个能力是不是很强 其实不算特别强 但是终究是有的 这个他是你必须要承认他是有的 包括一些区域的合作组织 那他们这些的协调机制 以及这种互相之间的这个 就是谈判的这些机制是比较完善的 那你看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基本都是流氓国家 是吧 没错吧 我没说错吧 巴西可能 巴西我不是很熟悉啊 反正呢 至少这个印度啊 俄罗斯啊 中国啊 南非也也差不了多少 也没好哪去 对吧 OK 那像这样的这些国家 包括什么埃及啊 埃塞俄比亚啊 这种这种地儿 那没有几个是正常国家 都基本上是一帮那个对于整个的这个承诺啊 或者这种互相协调啊 没有多少敬畏之心 没有多少规则意识的国家 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中间的协调的 你觉得它能建立起一个正经的政治经济联盟吗 金融 金融能够统一吗 这肯定不可能吧 对不对 OK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你要还有一个共同的呀 这种金融的标准和准则 那这些你看我们中国这个大A股 人家说现在都不能叫那个叫癌股了 他就说人家说癌症的癌吗 癌股 现在都不叫癌股 叫缅A 就缅甸 缅甸那意思干嘛 嘎腰子的 对吧 不是电炸就是嘎腰子 就这么一个地儿 那中国的金融这一块就已经非常糟糕了 俄罗斯并也没好哪去 你最想印度是如何的 巴西呢 对吧 南黑又如何呀 这几个地儿 有没有可能他们整个建构了一套 大家可以互相认可的 然后呢 互相能够遵守这个规则的 整个金融体系和规则 你觉得可能吗 这完全不可能啊 这是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呢 就是说现在看起来烈火朋友啊 挺热闹啊 哎呀 盛上又去 咱盛上又在那指点江山 对吧 啊 这个你要往这边走 你往那边走 不好意思 你快掉沟里了 然后自己其实躺坑里了 大概也就是如此 所以像金庄国家这个组织啊 就是 就是 怎么说呢 它就是一个 还是另外的一个 丐帮形态的一个东西 它又在传的这些丐帮的这些人 然后呢 打算建一个 不是说呀 丐帮不能建 您知道吗 你都可以建这丐帮 谁 谁 谁说要饭的就不能有公会组织了 是不是 可以 没毛病 但是呢 作为一个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啊 是吧 然后呢 你是一大撒币的国家 然后你就去撒这币 然后想重新建 靠丐帮 重建整个全球秩序 这个 这是做不到的事情 您见什么时候 说那个丐帮 就是哪怕在武侠小说里 写的那么 再怎么说牛逼 丐帮 他也他妈也只是要饭啊 也没见着说他打算着自己登基啊 倒是别说 有一位登国基 朱镕基 别 别朱镕基 这两天老他妈看朱镕基 朱镕基的消息 朱元璋 朱元璋他老人家 曾经干过丐帮的 但是人家那个也没 也没真正他丐帮帮主嘛 是吧 当过乞丐而已 他也不是说丐帮能够说 你就能够重建一套秩序 这是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就这么着吧 你咱圣上愿意 对吧 愿意开心 大家哄着玩 也就如此了 不太可能这些国家真的形成一个 非常强的 不能说完全没有啊 不能说完全没有 那个就合作的这种可能性 以及力度 还有一定影响力 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你想挑战这个 现有的这个整个的世界秩序 经贸秩序 政治秩序 然后以及美元的这种霸权 你是做不到的 肯定是做不到的 别提什么国际化主任之类的 这个你要拿以物异物 我可能还能相信你点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事吧 就跟大家瞎扯扯 另外一事呢 算是我今天也知黑一次吧 是这样的 在去 在明年的时候呢 日本的这边的免税的政策就要改了 这怎么改呢 就是原来我们都知道 就是如果您经常出国 您应该是比较熟悉 那有一些国家呀 它是应该说大部分的国家吧 你要买了这个商品之后 对吧 你要享受它 因为你不在这使用嘛 你不在当地使用 OK 那你呢 你就可以封上口 拿上那个免税的单子 然后你去到机场 什么退税的地去退 这种事呢 我干过好多次 因为平时有时候 有时候在国外嘛 他就会买一些东西回来 送亲朋好友 那在日本呢 原来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不用去到机场来退税 他那个免税店 他直接就把税给你扣除了 你只要是拿着你的护照 对吧 你在这边 那在去年的 在今年 大概是去年到今年吧 日本呢 在这个 在这免税商品的销售上 已经超过了一万亿 应该是日元吧 免税商品超过了一万亿的日元 是件好事 但是呢 这个呢 这个规则呢 已经会又被这个 应该说啊 主要还是被中国人 明确点说 是中国大陆这边的人 给玩坏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现在好多的这个人呢 就是在这块 利用自己游客的身份 购买大量的这个商品 在日本 因为你 你为什么免税 免这个消费税 是因为你这个商品 不在我当地使用 对吧 我就你不用消费税 OK好 那就在 它结果在当地 又直接就用了 或者是卖了 这是找这些留学生啊 或者怎么样 然后收集来 然后再去再去卖掉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模式 那像这样的这种东西 多了以后 日本现在也有一个应对 怎么应对呢 是让大家也去机场 也去机场 你去他妈去那个 去退税去吧 因为你看啊 你虽然说起来 这个退税这种事情 就是很多人在国外 都经历过 但是最方便的 就是日本这一块 结果日本 也被中国大陆来的这些人 就给弄的 它是一个叫什么 就是改变了自己的 这种规则之后 让大家都不方便了 对吧 他害的是什么人呢 他害的 难道是我这样的 其实 其实他倒不是 为什么 我因为我生活在这 我用不着这种东西 对吧 我也不在乎那点东西 那但是他害的是什么 他害的是很多 来这边旅游的 甚至于好多外国游客 那不光是中国大陆 那事啊 对吧 那你看现在 昨天晚上 我去那个启元的那个 去吃饭嘛 启元那块吃饭 花间小路那边吃饭 那大量的欧美的游客 在那边 他们非常无辜啊 他也不用这 干这种事啊 对不对 OK 他要下回再来 就要去机场 再去退税了 当然对于他们而言 可能是也习惯了吧 这个 这是一个 那很多这些中国的游客 包括台湾的 包括这个韩国的 这些都是都是很好的 他们并不干这些事 那也会被连累到 而且不光是这一点 这一点事啊 你知道这个中国 中国的这边的事情 有有多少 有多在中国人 就大陆这边的人 在这边有多少 钻这种空子 不光是这些事啊 比如说给大家举一最难的例子 这个包括像什么 药品 就是处方药 处方药的贩卖 其实是违法的 这因为你必须得有处方啊 你他去开出这个处方来 然后把这个处方的这个药 去再去拿走去卖 这为什么说是 这个非常糟糕呢 首先第一个 这东西呢 它是有医保在里边的 你只付三成 你只付三成的价钱 对吧 你就把药拿走了 第二个呢 这些药品它的确实药效会高一些 这个要承认啊 这个专门的这个开出来的药 跟那你平时在药装店 或者那个药店 你随便买那个药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的药效什么都相差非常的远 那但是 但是你吃出问题再怎么办 对吧 你还是还是会有问题 这种这种事情 那你比如说吧 还有一些那个住宅贷款 住宅贷款买房子 买了房子之后呢 用来出租 因为日本呢 在对于这个人的基本的这种居住需求上 它是有一定优惠的 你比如说 你是第一次购买你的房子 你贷款购买你的房子 那它的利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我记得有我的一位朋友 一位朋友吧 他买的那个房子 它的利率好像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真的非常低 0.3呢 还是0.4啊 反正就是肯定没到百分之一 对吧 那即使是 即使是像这个 像比如说我要想去贷款 那我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身份 对吧 我要去 只要是想贷款的话 我也可能拿到高 也就是拿到三点几 大概也 这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利率了 这个简直就是在日本社会 叫明抢的这种利率了 那大概就是这样的 所以 它用这个日本政府或者银行给予的这种 这种优惠的待遇 它去买 贷款去买房子 然后它去出租 它租出去 这些 这它本来是自住房 它可以受到这 有这种 有这种优惠 还有当年 您知道还有一什么事吗 就是你在日本这块生活 对吧 OK 那如果你在中国奉养这个父母 因为他只 比如他在中国没有这个 没有养老的 没有养老金 或者是其他一些这个特殊情况 你奉养父母 你在日本这块 你拿出你的证据来 你就可以给你在中国生活的父母到这边看病 这个依然享受日本的这种国民的保险 是什么呢 也就花30%的钱 你七成是由这个纳税人来买单 对吧 但是也是让中国这边人给玩坏了 就是直接这个政策就被取消掉了 就这些东西你可以一直看下去 你知道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日本社会是一什么样的社会呢 日本社会是一个呀 自我管理能力非常强的社会 这种自我管理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他本身的这种小组织化的管理 你比如说我们这一个楼对吧 或者这一块这个钉 他有他自己的自制的管理的会 他可以自我的进行管理 然后包括他的那些卫生设施 包括他们有一些消防警报提醒这些东西 他是一个自制小团体的管理 还有一种的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 他自我的约束 你这个咱们要承认啊 日本人有没有素质低的 有非常多 没毛病 但是平均素质是全世界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 那有这样的这种自制的能力 自我的自我管理的能力 日本整个社会的这个管理成本就非常低 他为什么为什么到今天他的各种各样的养老啊 包括其他一些社会服务设施会比较好 并且呢就是说整个社会比较平 比较平和对吧 就是因为他的社会管理成本低 他大量的这种大管理成本 那被节省下来去整个去普惠到社会上去了 这是一个很多在日本生活过的 你就有这种体会 但是啊 但是这个社会成本 也管理成本也会越来越高了 为什么 就是好多这样的像我今天刚才跟大家说的这种 这种税的这些就是这个退税这件事情 对吧 原本是一个良法美意 结果呢 你去钻着一个空子 你去把这个把这个良法美意变成了一个 让大家都不方便的 虽然是世界经常世界通行的做法 但是它实际上而言是大家都不方便的 你等于破坏了这个这个社会 它赖以生存的赖以这么平稳发展的一个基础 这个呢就相当于就是我必须说一句啊 中国人呢 就是中国人在很多的地方 以我走这么多国家的经验 他处于什么呢 经常是成为一个规则的破坏者 真的 经常是这种规则的破坏者 不讲规矩 你把这个规矩视作为对自己的约束 如果我能找到这个规则的漏洞 我就一定要利用到极致 没有 就有人跟我说那难道这个不是让这个法治法律更完善吗 是这样的 所有的法律 从古到今 所有的法律都不可能完全的完善 管到人们的方方面面 想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种要发生的可能发生的情况 一个好的社会是什么样呢 它有一个大致完美的法律 对吧 那还要有自我约束的人民 它这两者之高素质的自我约束的老百姓 它两者之间集合在一起 或者说你叫公民也好吧 那集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好的社会 完全靠这种法条 你原来我也是这么认为啊 哎呀 只要法律完善呢 或者怎么样啊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啊 你看美国如何 等我真去美国 等我真的去了解这个地儿 或者我真来到日本 这两地儿我长期都生活过 那我就理解这件事 不是每件事都需要法律 而是说我除了法律之外 我要一个良好的民风 说白了就是良好的一个社会氛围 这个才可以 那所有都有法律 都有漏洞可钻的时候 中国人就一定会去钻头逆缝呢 对吧 就把这漏洞钻出来 结果就造成了很多的这样的社会 它原本平静安静的这种生活 被打乱了 就像是在某个小区里 它大家原来都过得挺好的 突然来一脚趾棍子 真的 就是它 而你在粪坑里脚就完了 你跑这干嘛来呢 对不对啊 汪姬就过来 来这给你搅和一通 就变成了一个 每个人都要防备 做各种各样这种 这种准备的一个社区 这跟中国本身 在国际上的这个形象 非常吻合 跟咱圣上的形象也非常吻合 就是一脚趾棍子 或者是说 他就是拿脚趾棍子 都拿有屎的那头 就反正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 而且这个 你说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 肯定不是 但是你要说 是不是在中国大陆这边的人 他的这个 这种人特别多 他的含量 这种人的含量特别高 比别处要高 各位 我们都不是外宾 我们都在中国生活过 是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今天你可能说 你这不是知黑吗 我今天就黑了 这没办法 我不黑都不行了 你自己去看吧 对吧 如果说你说我这样说的实话 我都算知黑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那我就是知黑 我只能黑下去 有可能我会越来越黑 对吧 因为他好多的时候 他会阻碍阻碍我的生活 他妨碍了我的生活 你干的这种事情越多 我去 比如说我拿身份就会越困难 或者说我的公司就会更多的被查税 对吧 那查税对我而言也是有成本的 我的员工 对吧 他要跟着走 我的那个税理事 要去多付出劳动 原来根本就不查的这种东西 你现在可能就会查到了 这对我来讲是一个不舒服的事情 所以你要说黑 我就黑一回 如果说中国 包括中国这个国家 或者中国的这些人 始终是这种地 是做这种事 这种地 这种 怎么说呢 以这样的目的在境外生活的话 真的 这个 真的会有问题 我只能说真的会有问题 反正我是看的是真的特别特别不舒服 大概就是这样 行 这期就知黑一把 好吧 好 谢谢诸位 跟各位下车几句 Space 上车几句 走 画 词